首先最強的風勢提醒在蘭嶼綠島的這一帶 它的強陣風是由陣風的12到13級 可以轉到16到17級左右 氣象署也不排除在稍晚 大概在晚間左右可會發布到 颱風強風告警的即時訊息提醒當地 今天下午5點半 中央氣象署持續針對小犬颱風 發布海上路上颱風警報 目前颱風中心的位置 是位在俄倫比的東方大約160公里的海面上 未來將以比較穩定的速度朝西移動 接近到台灣的南段陸地這一帶 路上的警戒區域則包含了 宜蘭以南的縣市 新竹以南的縣市還有澎湖 在颱風的暴風圈 其實目前已經正在涵蓋著 我們的東部東南部 還有南投以及雲林以南的陸地 首先最強的風勢提醒在蘭嶼綠島的這一帶 它的強陣風是由陣風的12到13級 可以轉到16到17級左右 這種颱風進中心附近的強風 將會在今天的傍晚到深夜左右 逐漸影響到蘭嶼的這一帶 因此氣象署也不排除在稍晚 大概在晚間左右可會發布到颱風 強風告警的即時訊息提醒當地 明天上午清晨到上午中午的這一段時間 可以看到隨著颱風的中心 逐漸進入到台灣的西南側的這一帶 在台灣西南側這邊中央山脈以西的陸地 都會有比較顯著的風勢出現 最後也要提醒目前的雨勢 預估還是會有這種短延時的強降雨 隨著颱風的越來越接近 也要留意低洼地區可能會有一些積淹水的情形 而目前在山區附近 未來預估也是有比較強的雨勢出現 連續性降雨的情形也可能會導致一些落石或是貪坊的情形 也提醒大家非必要盡量避免前往山區或甚至海邊活動